马来西亚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于本州山执行任务返程途中 突然遭遇到约30名黎巴嫩平民袭击 索性车内的10名军官和队员均安然无恙 据大马陆军长部国防策略情报通讯部今天早上发布的文告披露 袭击事件发生在9月18号晚上11点32分左右 当时大马维和部队的两辆无线电车 正在从联合国筑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部返回马拉卡营地 当车队途经黎巴嫩南部提尔市时 突然出现交通拥堵 大量救护车和消防车直骑而过 使得车队陷入困境 就在这个时候 约30名黎巴嫩平民出现在车队附近 向车辆投掷10块 甚至使用锋利的武器刺穿了军车的所有轮胎 事发时的视频片段很快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从中可以看到 几名平民用石头攻击大马车队 试图破坏车辆 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 车队指挥官立即下令将车辆停靠在路边 并指示所有成员留在车内 避免进一步发生冲突 黎巴嫩武装部队接到通知后 迅速赶到现场 并协助大马维和部队安全撤离 在经历了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局面后 车队最终于凌晨1点39分 顺利返回马来西亚助黎巴嫩马拉卡营地 所有成员安然无恙 大马陆军总部国防策略情报通讯部 在声明中强调 维和部队的所有成员 目前处于安全的状态 未来的任务也将继续按照 联合国助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指示执行 他们同时也呼吁外界 不要对此次袭击事件 做出任何未经证实的猜测 以免损害大马武装部队和国防部的形象 Saya让你再联粉 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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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州